騎馬砲響起 在傳統鎮頭和由小朋友負責的武功鎮率領下 要來為王船打頭鎮 展開大甲市區岐阜繞境 而今年的重頭戲超大型王船 上午緩緩地從船場出發 氣勢相當驚人 大甲鎮南宮在甲城龍年 舉辦重修慶城齊安七朝清教活動 而送王船可以說是重頭戲之一 王船上午先在市區周邊進行繞境 過了中午之後 神聖號大隊伍就將前往大安滨海園區 順風相送下展開神聖的送王儀式 預計晚間八點進行燒王船 廟房也特別提醒 來到出海口 工作人員必須將有姓名和職務的必章證件取下 現場也不要呼喊他人姓名 連綽號小明都不行 也盡可能保持安靜 各自默默離開 不停留也不回頭 這些通通屬於傳統禁忌 而建教科儀也從12月7號開始陸續七天 邀請全國媽祖信眾一同如宿災界 祈求媽祖寶優風調雨順國泰民安 有氣氧金